各位看,眼前的日本选手实在是太嚣张,正在出场时做出了武士刀砍头的动作,这无疑是在对所有中国人进行挑衅,而另一名日本选手更是毫不掩饰,直接拿起了武士刀威胁恐吓中国选手。 但面对日本选手如此的嚣张行为,中国广西狼兵后裔王国东和中国魁蛇冯天昊霸气出击,势必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嚣张的小日本子。 好了,观众朋友们,这场是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,我们看到现在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我们的中国猛将蒙国东,另一边蓝方选手穿了一个粉色裤衩的就是日本的横尾和爷。 这个横尾和爷赛前非常嚣张,竟然是手笔五只刀砍头的动作来挑衅咱们的中国选手,他这个行为无意识点燃了咱们广西狼兵后裔蒙国东内心的怒火。 这场比赛我们期待一下蒙国东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。 临时的金腰带持有者,实力非常强啊。 蒙国东的是代表温奇博迪,代表温奇博迪,出现很准,非常漂亮。 时机抓得特别准。 我们看到蒙国东的这一拳打得非常结实啊,而且蒙国东的这个拳法和腿法配合得非常好,连续的一套组合技打到这个小日本子,只能是步步后退啊。 蒙国东是有个多次的和日本选手对抗普京立。 对,普京立。 对。 两个人还是在试探状态,并没有进入这个真正的这种试打试的。 是的。 对,我看能力,我脚挺快点的。 哎,小心小心啊,刚刚这个。 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,其实咱们的蒙国东就已经共战优势了。 因为只要是咱们蒙国东出拳,那这个小日本子马上就要后退,根本不敢去应接这一拳。 而且连抵挡也做不到啊,只能是狼狈的逃跑。 我们看到现在蒙国东再一次主动出击。 那他也是把这场比赛的进攻主动拳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。 对。 注意啊,这个很多选手在进攻和防守。 哦呦,好的,我们看到一拳之后直接击倒。 那这个横尾和野现在整个人已经被打直了。 哦呦,现在还是强冲着站了起来。 现在裁判开始读苗,看一下横尾和野,他还想接着打。 如果说咱们蒙国东不把他打死,他是不满意啊。 对。 好的,现在蒙国东再一次连续进攻,乘胜追击。 我们看到小日本子这时候很难招架了。 听的时候。 好的,我们看到蒙国东连续中拳再一次击倒了这个横尾和野。 那连续两次击倒,那看一下这个小日本子,甚至他还想接着打。 那如果说再有一次击倒的话,那这个小日本子就会直接输掉比赛。 不过那样的话也是太便宜他了。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蒙国东再一次猛烈出拳。 连续中拳之下小日本子再一次被击倒。 这个时候整个人已经被打到神志不清了。 那这场比赛咱们蒙国东打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 连续中拳根本不给这个小日本子喘息的机会。 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,还有一名不知死活的小日本子也来挑战了。 那他就是眼前的三亩龙翼。 那我们看到这个小日本子出场还戴了一个面具装身弄鬼。 而且还摆弄着一块破布。 那这块破布我们看到他还摆弄不明白了。 如果实在是弄不明白的话,不如放在地上,当上一块抹布也是不错的。 那这个小日本子赛前是非常的嚣张啊。 拿着他一把破50刀想要来挑衅中国选手。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他还在秀这个动作,而且还变了一个小戏法。 叫做这个无刀披面具。 不过问题不大,等到待会比赛开始,咱们的中国选手也有戏法。 叫做无刀披狗脖子。 另一边出场的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魁蛇冯天浩。 光是听这个名字就是非常的霸气啊。 这一场让我们期待一下冯天浩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。 那好的,现在我们话不多说,比赛已经正式开始。 那这一场依旧是非常精彩的中日对局。 那现在场上红方选手就是咱们的魁蛇冯天浩。 另一边蓝方选手黑色短裤就是日本的三亩龙翼。 那赛前这个小日本子非常嚣张,拿了一把破50刀, 对着咱们中国选手比比花花还变了一个小戏法。 那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, 让我们期待一下冯天浩在这一场是如何收拾这个小日本子的。 我们看到咱们冯天浩现在非常的霸气。 直接是挑衅这个小日本子让他赶紧来打,自己根本不拒。 这个小日本子打法也是比较怂, 而且是我们发现他只要是打就去抱别人的腿。 这个小日本子确实是非常喜欢攻击别人的下半身, 可能是这个身高的限制。 也有可能是这个小日本子平时经常跳起来打别人的膝盖啊, 所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习惯。 嗯。 因为目前他现在是九连性的状态啊, 但是要小心跪手的拳。 已经十连是吗? 对, 三目红一的移动盘速做的比较好啊, 而且移动端能够拉的会比较开一些。 对啊, 冯天浩有点逮不到他。 对。 而且一上来这牛班, 他会有这样的突然袭击。 他在突然袭击的时候, 这种突然启动铁得不错。 嗯, 三目红一已经三十九岁了。 没错, 老将了。 哦呦, 好的, 我们看到冯天浩一个顶膝, 架上连续的去补拳。 那这时候小日本子是直接倒地不起了。 那我们看到这时候冯天浩非常的兴奋啊, 台下的医生赶紧来抢救, 但我觉得并没有什么抢救的必要了。 那这种小日本子就赶紧去送去该干嘛干嘛了。 好的, 那最后, 让我们恭喜冯天浩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